转家许进手术室之后 桑智就坐在外面等 他室友担心 他在宿舍群里说了句 今晚可能会晚点回去 而后便打开网页 搜了下盲肠炎术后注意事项 过了好一会儿 桑智收起手机 突然想起在公交站的那个意外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 也许是心理作用 在此刻被他碰触到的位置 开始发烫起来 仿佛是在灼烧 那一刻 他呼出来的气息 似乎还缠绕在桑智的周身 极为亲密的距离 算了 别想了 本来就是我先撞过去的 他被撞了 反而还道了歉 这么算起来 应该是我占了他便宜 而且就碰了个额头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而且看他的反应 好像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没等桑智继续胡思乱想 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来电显示是妈妈 注意到屏幕中上方的时间 桑智连忙接起来 喂 妈妈 李平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 喂 芝芝 你还没回宿舍呢 因为她跑到这么远来上学 过来之前 李平提前跟她说好 每晚十点要通个电话 如果她有事情的话 可以跟她发个微信说一下 桑智也没撒谎 对 是跟朋友出去玩的吗 不是 妈妈 我在这边遇到哥哥那个朋友 就是我初中的时候 给我做家教那个 蒜家许 哦 妈妈记得 因为她还帮了我挺多的 我就想请她吃个饭 桑智解释着 但她生病了 我就送她去医院了 现在在医院 啊 生病了 严重不严重啊 说是急性盲肠炎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唉 那你多照顾着点吧 那孩子家里也没什么人 你自己也注意点 早点回去 知道吗 桑智被她的话吸引住了 愣愣的 家里没什么人是什么意思 妈妈你怎么知道的 啊 我 我没跟你提过这事吗 啊 但你也千万别在他面前提 你哥哥这个朋友 好像是大一上学期的时候 跟你哥借了三万块钱 你哥那时候才多大呀 哪有钱 就找你爸要 李平轻声说 说是给他妈妈治病 后来钱还上了 但好像说人也没了 桑智有点说不出话 跑半天才到 那他爸爸呢 这个妈妈就不知道了 但如果他爸爸在的话 这钱怎么可能让小孩子来借呢 这钱怎么可能让小孩子来借呢 桑智轻声说 嗯 知道了 出去之后来辆车 把车牌号记下来 发给哥哥 然后到宿舍之后 给哥哥打个电话 哦 桑智抓着单肩包上的袋子 犹豫着问 这手术疼吗 不疼 更加许笑 有麻药呢 没感觉 桑智点点头 嗯 那我明天再来看你 没课的时候再过来 哥哥在这边也没什么事 不用小桑智天天来回跑 桑智看他一眼 加许哥再见 嗯 再见 前他出了病房 段加许拿起一旁的手机看了眼 注意到桑智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眉眼一抬 慢条思理的打了回去 听着耳边响起机械的嘀嘀声 段加许呼的响起 在车站旁的事情 以及桑智的反应 小姑娘极为猝不及防 似乎是被吓了一跳 连看都不敢看他 可能觉得有些尴尬 半天都不吭声 可能还挺介意这事 不等那头接起 段加许挂断电话 终于有时间和精力 来想这个事情了 算起来 这个小孩过了几个月 也该二十了 就算不算年龄 他刚刚那个行为 也好像是占了人家小姑娘便宜 而且还是他兄弟的妹妹 也算是他看着长大的一个小姑娘 而且都二十了 他是不是也不能总那样逗着他 万一这小孩子心思一起来 误会他有了畜生一样的想法 这就不太好了 小姑娘可能都比较在意这些 段加许默默没心 莫名有几分罪恶感 他突然想起之前那个网恋对象 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起来 打断了他的情绪 是桑岩打来的 段加许接起来 思考着要不要坦白这件事 桑岩的声音从那头传了过来 语调懒懒的 兄弟 你盲堂哥了吗 滋味如何 挺好 段加许扯了扯嘴角 咋慢的 你可以去试试 长得帅的人没有这玩意儿 懂 说到这儿 桑岩提了个事 听说是我妹送你去医院的 嗯 这点毛病还要送 你自己不能去医院吗 你说你能要点命吗 疼起来 自己主动去趟医院不就完事了 你打电话来就这事儿 我这刚好有空 听说你生病了 就打个电话过来庆祝一下 既然你没事儿就算了 我就去睡了 嗯 等会儿 段加许沉默几秒 我跟你说个事儿 说 段加许斟酌着该怎么表述 这怎么说呀 说我刚才不小心亲了你们一下 人家小姑娘还挺介意的 希望你这个做哥哥的别介意 这不有毛病吗 算了 没什么 丧严那边也安静了 很快又到 我就特看不惯你这点 一大老爷们的说话像小姑娘一样 有什么事不能直说 挂了 等会儿 丧严似乎是来了兴致 兄弟 我听说你最近又要相亲去了 你老板可还挺热心 帮你介绍多少个了 有没有一个成的呀 我看你现在也没对象 行吧 兄弟 我教教你 你可别像你之前那样说话了 段加许眼皮也没动一下 我怎么说话了 你说话的语气 我一直不好意思打击你 脏眼语速慢吞吞的 你懂吗 有点过于妥了 看你也不像是喜欢姐弟恋的人 兄弟 我就跟你说 现在的九龄后不喜欢这一套 段加许眉心一跳 九龄后 我们九龄后比较吵懂吧 桑颜悠悠的 我知道你这个八龄后不懂 但你得跟得上这个时代呀 段加许跟桑颜差一岁 一个八九年 一个九龄年 段加许无言道直乐 你真是闲的话 挂了 他看了一眼时间 盘算着从这儿到颐和大学的时间 正想打个电话 问问桑志上车了没有 女光注意到 门那边有了点动静 段加许抬起眼 立刻看到 刚刚已经走的的人 现在立刻回来了 他站在门旁边 没动 似乎是怕被他骂 声音很小 加许哥 我要不还是陪着你吧 我感觉 如果我生病了 你应该也不会走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